好了,我们现在讲建立婚姻和家庭 建立属神的家庭常有一起灵修祷告 爱心对待,柔和的沟通,一同释放 这个是美好的婚姻 就是说是属神的,属于神的 是神所拥有的,是荣耀神的家庭 常在一起灵修祷告,一起读圣经 思想圣经的话语,应用圣经的道理 夫妻能够谈论,我们怎样与人沟通 我们怎样用神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怎样用神的方法教导儿女 都能够沟通,常在谈论圣经的时候 都应用在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部分都留意,然后常常爱心对待 都想到人的感觉 例如孩子,教导孩子 有些人教导是这样的 你不听话,我要打你,打你,打死你了 这句话不会建立这个孩子的 但我们可以说你很宝贵的 你非常宝贵的 你乖的时候你就荣耀神了 人人都很喜欢,你也很喜欢 但你不乖的时候有什么后果啊 你就去引导了 有什么后果啊 你现在变得乖了,非常好了 你会道歉了 父母也学习道歉 父母也对他道歉 对不起啊,我刚才骂你不应该了 请你饶恕我了 这样他就习惯道歉 这样的话,都是对孩子,对夫妻 对每个人都是爱心的对待 柔和的沟通,不是粗鲁的 很多人就觉得,啊,夫妻 啊,这么相处 每一天相处,不需要这么礼貌了 但其实,我们不但是需要礼貌 我们需要欣赏 令他觉得开心 很重要的 你有没有令你相处的人觉得跟你一起去开心的 你的狗会令你开心,是不是? 你的狗见到你就很开心了,是不是? 你就很开心 但人有些时候不是这样的 人是有些时候令人烦恼的,是不是? 我们就说,神啊,帮助我 我与人沟通的时候 人看到我就开心了 不是看到我就皱眉头了 或者是看到你就在路上就走在另外一边 不看见你了 是不是这样? 还是人见到你就很喜欢你 你自己也享受生活 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有你一起正好啊 这个是喜乐的人生 神喜欢我们 你们在主里面要喜乐 圣经教导的 感谢神而喜乐 以神为乐 因为神而喜乐 而且两夫妻一起侍奉是最美好的 我在一个教堂侍奉这个墓室 我去到一个地方 三个月他就对我说 你愿不愿意做主愿墓室 我说,对不起啊 我的护教不是做主愿墓室 因为我在那里是做学生工作 带很多学生信主 他说,我想做你做主愿墓室 他说,他开会的时候说什么呢 我每一次长大完 我的太太都是这样对我说 你今天长得到啊 人不明白啊 你说得到啊 长得到怎么样啊 他说,每一次我长完大 我的老婆都批评我 他说,他很痛苦 也有很多夫妻两个人不能一起侍奉的 为什么呢 对方不能接受 就是说,你的侍奉不好 这个其实是可以沟通的 但因为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侍奉的人 老婆对他说什么意见 他不能听得进去 你不明白了 你不明白神的事情 我是侍奉神的人 你不明白 你说的话是富人之言的 不重要的 但其实女性有女性的一方面 因为女性比较留意人的感觉 比较细心 比较留意人怎么样 怎样帮助人啊 人的困难啊 比较留意 所以女性的意见也是重要的 有些时候我跟人沟通 如果我可以带我的太太去 我都带她去的 然后她去了 她回来有些时候会告诉我 刚才她说有些话你听不到 你没有回应 这个是的确我们 因为有些时候 我很想帮助这个人 就没有留意她说一些话 她帮助我 以后我就更留意了 更留意听人的话 人说什么话都留意 每一句话她说了都抓住 就留意就回应了 所以最好的婚姻 是两个人一起享受 一起侍奉 每一样事情都享受的 我的妻子对我说 让我跟你一起洗碗好不好 我希望有这个时间一起洗碗 洗碗就是我们沟通的时间 其实不但是洗碗 我们都必定要沟通 有什么事情当天必定沟通 这个就是健康的婚姻 我希望你的内心说 我希望有这个健康的婚姻 也希望我的教友 都有这个健康的婚姻 我们怎样去做了 圣经说什么呢 以福守书五章二十一节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比起顺服 你们都做自己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很多男性弟兄看到二十二节 没有看到二十一节 他看 祭祭你要顺服我 走你就走 走你就走 煮饭你就煮饭 不就出生 不就出生 但他没有看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说什么 曾敬畏基督的心 我敬畏神 所以比起顺服 但为什么特别的说 妻子要顺服 丈夫要有爱妻子的心 好像基督爱照会了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女性通常 爱心比较强通常 所以你看到 很容易看到的 女性照顾孩子 很细心的 她们会记得 家人有什么需要 她们有病 我要怎样做 照顾孩子真的很好的 照顾家人都非常好的 这是女性的特色 男性通常说 她会照顾自己的 没有问题 就没有想到 很多照顾的地方 就是女性 神创造女性 因为神创造男性 跟女性不同的 如果男女一样的话 就有问题的 神创造男性 去看重事业 看重方向 神创造女性 去看重关系的 看重沟通 处理情绪 被安慰 安慰人 都是这样的 我在有一个教堂 我们聚会玩的时候 牧师都是站在门口 跟每个人握手的 我就留意到一个事情 有些人抱着女孩子 很小的女孩子 出来 就说跟牧师握手 这些女孩子就很开心的 就握手 但男孩子是怎么样 她就玩她的这个小借 小窗 玩具枪 他就是看重这些东西 对跟牧师握手没有兴趣 这些小的时候 也是对人的关系有兴趣的 我后来很多年之后 有一次我去 我已经离开这个教会了 我去到一个聚会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 来到我面前 对我说 叶牧师 我说你是谁 我是很多年前 我的爸爸妈妈 带着我出来 跟你握手的 这个女孩子 她就记得 她就是 女性就是看重关系 所以女性 我们在香港有句话 三个女人一个虚 三个男人 什么意思呢 三个女人 这是一个虚 买业的虚 叫什么 就是买戏 就很多说话 三个男人 好像没有话要说 就是女性都平常比较 很多沟通的 所以负责任感也比较强 所以女性在家中 家中有没有食物 孩子有没有病 她都记忆里 但有些 有些丈夫真的忘记孩子 有些小叫孩子叫错名字 有些小忘记孩子 读书几年级 忘记孩子读什么 在大学读什么 也忘记了 因为这是神给 妇女这个照顾家庭的心 很强 所以通常在 十分钟 女性照顾这些细节 是很好的 她们开会 很多细节 但男性的 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多 但女性常常照顾家庭的时候 就会觉得 丈夫不照顾 她们就会 觉得 丈夫没有心 所以她们就会 好像整个家庭就 照顾了 所以很多孩子是这样的 问爸爸能不能够去旅行 没有用的 因为问了爸爸 妈妈说不能去就不能去了 这好像妈妈去做主 因为在家庭中 很多东西都是妈妈做主 因为妈妈 这个负责的心很强 所以保罗提醒 妻子们 你顺服你的丈夫 尊重你的丈夫 让她觉得被看重 丈夫最不喜欢 蔡奇 你说 你真蠢啊 你看别人的丈夫啊 你看他们有 这么聪明啊 这么赚钱啊 你这么蠢啊 你没有用啊 丈夫觉得 很有面子 没有面子 就很不开心的 所以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 尊重她 看重她 但不代表 丈夫可以完全的控制妻子 曾经有 两个男女在恋爱中 找我辅导 在辅导的时候 这个女性说 这个男的没有聆听我 不跟我沟通 就是我跟他沟通 他没有反应 我就告诉他们 男女的分别 而且怎样沟通 其实我会讲的 然后这个男性说什么 我不跟从这一套的 我不会的 我不会跟女性 这样慢慢沟通 我不会的 后来不久 他们就分开了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结婚了 我听到 但再过一段时间 他就离婚了 为什么呢 他总是不听她自己的话 总是不沟通 没有关心 他以为 这是夜幕式的一套 这不是我的一套 这是全世界都 女性都希望有沟通的 通常比较男性 比较 这个需要比较强的 女性不能讲出她的话 就好像火山正要爆化 不开心的事情被要讲出来 男性的不想讲 他想躲到一边 自己处理好 处理好了 不需要讲了 所以你发觉很多老公 面对很大的困难 不会对自己讲的 这个是男女的一个重要的分别 所以很多男性都不讲 女性就负责这个整个家庭了 所以保罗提醒 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丈夫你要爱你的自己 如同基督爱教会 好了 再一点 不爱自己就是恨恶自己的身体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八节 丈夫也当照样爱自己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爱自己便是爱自己的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 总是保养 故隙 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 就是说 因为丈夫通常的困难是 男性通常比较困难是 关心人 细心的爱人 留意他的需要 令他开心 令他舒服 男性比较困难这方面的 所以保罗就提醒 丈夫你爱自己 好像基督爱教会 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 因为很多男性 不明白这一点 他不爱自己 以为就是自己受苦 自己不受苦 但我告诉你 你不爱自己 你必定受苦 为什么呢 他会啰嗦你 他会骂你 直到你想死了 你说他骂我 我想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聆听他 关心他 但这个情况通常是这样的 追求的时候 通常关系比较好 但有些人追求的时候 也是不好 结了婚了 面对事情了 因为很多人结婚 没有明白男女需要沟通 不明白这一点 很多男性结婚 不明白需要聆听七级 不明白需要爱七级 这是圣经的教导 爱七级 好像基督爱教会 所以没有这个教导 教会也很多时候没有这个教导 而且是讲的时候很简单 我现在是细节的讲出来 为什么需要爱七级 第一 我们应该爱人如己 第二 女性 因为爱人 通常很需要被爱的 女性来说 生命的目的 就是能够爱人被爱 是很重要 所以女性结婚是为了什么 有一个爱的家庭 男性结婚是为什么呢 可以生儿女 或者是有一个女性照顾她 男性通常不是这样想的 我结了婚 我们天天就可以沟通了 可以比起相爱 比起关系 男性没有这样想的 男性就想 我结了婚了 就有一个女性可以上床了 可以一起来 有性的关系了 我直接地说出来 很多人就是想到这个 可以有儿女 可以满足我的父母的要求了 可以有自己煮饭了 没有想到结婚 我们必定要心理准备 你没有爱自己的心 你不要结婚 你结了婚之后 你就很痛苦 就慢慢结婚之后了 就要求了 你没有 自己就会说 你没有放好衣服 你没有洗澡 你没有洗澡就睡觉 你什么 很多不好的习惯 我说什么话你都不听 这个男性就说 恋爱的时候你很可爱 结婚之后你就变得很啰嗦 好像你一个老婆婆 为什么呢 你不爱她 她就变为老婆婆的 她就会很长期 总是啰嗦 你就痛苦到不得了 然后开始是些少痛苦 后来越来越痛苦 曾经有一次我偶然 其实我很少看电视的 但有一次偶然看到一个电视 一个情节是怎么样的 两个男性在沟通 有一个男性说 我不知道我的太太今天去了哪里 我很担心 另外的男性就说 如果我的太太失重 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第一个说 我的妻子在哪里 很担心 但另外一个说 她失重了 我很开心了 我就没有烦恼了 这是婚姻去到一个程度 因为没有比起相爱 去到一个程度就是觉得 希望她失重 她失了就没有人骂我了 没有人啰嗦我了 她以为娶另外一个更好 为什么呢 没有结婚之前 女性没有这么多要求的 这个男性就以为 这个我在某处认识的女性 在公司认识的女性 说话很开心 常常笑的 我的太太不是这样的 我太太很啰嗦的 这个女性就做太太最好 然后她就有混外情 混外情就发觉 这个女性又变为 好像她的太太这样啰嗦了 因为当有关系 她就开始要求了 你为什么昨天没有找我啊 你为什么没有打电话给我啊 你为什么没有回应我的话 原来所有女性结婚之后 都会要求丈夫 与她沟通 关心她 爱她 都希望这样 所以男性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教会里面 需要教导 丈夫自己 丈夫需要聆听 男性需要 学习聆听 关心人 爱人 女性需要明白 啰嗦是没有用的 啰嗦有反效果 但女性说 说一次她不听 我就说两次 说两次不听 三次四次五次 但你越说 她就会关掉 她的耳朵 有一个人曾经说 她的母亲 跟她做这个 公职 这个路程 她的母亲 不停地说话 但后来她发觉 一句话都听不到 为什么呢 她在思想 自己的问题 整个过程 听不到 她的妈妈说什么 人可以关掉 她的耳朵 当自己不停地 啰嗦的时候 她听到自己啰嗦 关掉 这个声音不要听 你发觉 你告诉你的老公 你去买 一样东西 两样 三样 四样 五样 你买的时候 要留意是怎么样的 是哪一种产品 你讲完 她听不到的可能 有没有这个情况 因为她没有留心对你 这是 这个是很多人的情况 当我们了解的时候 就知道 这个方法行不通 越啰嗦 她越厌烦你 关系就越不好 那怎样引导呢 我持续才讲 这个就是很多人的情况 好了 上面讲什么呢 爱自己 就你就活得开心 神就喜悦你 全家合作 给儿女有好的见证 更少烦恼 不爱自己 有什么后果呢 家庭常常吵架 活得痛苦 而你容易学坏 神不喜悦 有时难以修复 修父 生命就受亏损 所以不爱自己 自己受苦的 好的 男女的分别 男性 你看看上面的图 你看到有些时候 有些男性去拍照片 去拍鸟 去不同的拍照片 你发觉大部分是男性的 很少女性去外做这些活动 有的 办小数 然后 做鸡有没有 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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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是男性做的 是不是 活动 女性 做什么呢 孩子 喜欢孩子 女性 喜欢拍拖 喜欢 谈话 闲流 这是男女的很大的分别 男性通常投入喜欢的活动 女性投入家庭的关系 女性结婚是希望这个家庭 就是她的原生的目的 但这个也可以是问题 所以很多女性很难爱主 因为她将她的心都放在家庭中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将神放在首位 然后爱家庭 也带领家人去爱主 所以男女都有他们的困绑的 男性就会看中自己的活动 没有看中神 这些男性有些时候 侍奉 也看为他的事业 看为他要成就的事情 做得好 就有成功感 就好像一种事业 其实我告诉你 男性追求女性 女性来说是浪漫的 男性来说是一个事物 要成就的事情 我要追求到这个女性 她很美貌 我喜欢她说话的方式 我要成功地追求她 是一个事业 追求完了 成功 事情完结 就不需要再追求了 这个是很多男性的情况 但很多女性还是不明白 有些女性对我说 我要找丈夫 我没有丈夫 很痛苦 很痛苦 很不开心 有些女性 因为这个情况 很有情绪问题 我就说 你有情绪问题 你希望结婚之后会解决 我告诉你 不会解决的 你的丈夫 未必听你的话 未必关心你 如果你找到一个 非常好 非常好的 还是她必定要学习 怎样对你好 但很多丈夫都不会的 你以为结婚了 就解决你的问题 其实你的问题 可能更多 不是说 我不是说婚姻不好 我是说 不好的婚姻不好 如果夫妻 没有比起相爱 没有关心的话 婚姻是痛苦的 但有比起相爱 能够沟通 能够比起相爱的话 这个婚姻是好的 也是建立我们的生命的 好的 第二点 男性 男性不喜欢讲 感受 不会讲他的感受 女性有感受 不土不快 必定要讲出来 男性需要学习 才懂得去爱 女性比较习惯付出爱 也希望得到爱 女性来说 被爱 是极度的重要 男性也觉得被爱是重要 但不会看得这么重要 男性看事业做得成功 事情做得成功 人成长他 你正有才感 男性来说最重要 然后男性容易忘记家庭的责任 女性对家人的责任感很强 然后男性很怕听到啰嗦 女性就容易啰嗦 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 就知道男性需要怎样 就是聆听 关心 学习爱 但男性说 女性真的很麻烦的 太多东西要说 什么小东西都要说 啊 重复说 重复说 为什么呢 女性需要这个事情 在心中完全地化解 才会舒服的 女性也容易讲话比较多一点的 我跟我的太太一起去买东西 我们是跟我的岳父岳母一起住的 去买东西 她买不到第一样 她找第二样 然后第二样还是不好 她找第三样 她从最后买了 回家 她回家就告诉家人了 我找这个找不到 我就找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有些问题 我就找第三个 然后我找第四个 比较一下 后来我决定买哪一个 她就会细节地告诉她的家人 我自己想 我买了东西 我就说买了东西 我不会说 我为什么买地这样 不买哪一样 这些男性通常没有兴趣去讲这些细节的 但女性好像讲这些事情是他们的乐趣 很多事情 男性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要讲 但这个就是沟通 所以女性通常不是常常 通常都会将她心里所想的都说出来 所以比较容易沟通 男性通常将她心里所想的都收藏起来 所以别人都不明白她的内心 那你说 如果是否能想帮助女性比较容易还是男性容易呢 通常都会说比较 帮助女性比较容易 因为她会将自己的问题讲出来 我就能够知道怎样帮助她 但男性通常 通常不会说的 没有问题啊 也通常是这样的 有婚姻辅导 通常是女性讲我的 很少男性讲我说 请你辅导我们 通常都是女性看的问题 好了 我请她们坐下来 我的辅导 婚姻辅导过程 其实有很多部分的 但其中一个部分 其实起初我是讲到 你们希望这个婚姻会改善吗 你觉得可以改善吗 你觉得什么 对方有什么好的地方 对方有什么 起初欣赏的地方 后来才讲这个困难的 在某个时候我就问他们 你觉得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啊 这个男性的反应 大部分是这样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我们天天都去一起 没有问题啊 但这个女性就说出 她不听我的话 她不照顾孩子啊 我什么需要 她不想讲啊 讲出很多很多点 但这个丈夫觉得 这个不是问题啊 这个就是通常男性来说 觉得问题不需要讲 做好都可以了 但没有做好 他也不觉得重要 不说就可以了 不说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男女的分别 但神本来创造有目的的 有原因的 有些人说 那为什么全世界都是女性 就比较简单了 但如果全世界都是女性的话 这个世界很多的 这些事业 很多的工作就不会做出来 因为通常男性比较看重工作 这是宣教 虽然现在有很多女性做宣教 但很多主要的宣教都是男性做的 就是保罗啊 这些他们有这个 侍奉的心 女性通常比较难 离开家庭去宣教的 但现在有改变了 因为在末后的日子 男性信业收得比较少了 所以很多女性就做 很多宣教的工作 但实际上这个世界 很多事业都是男性做的 如果所有人都是女性这样的话 很多事业都不会做出来 然后如果全世界都是男性的话 女性就没有人照顾孩子了 这些孩子生出来就随意长大 没有人照顾 所以神很机会 其实起初的时候没有问题 没有犯罪没有问题 犯罪之后 人就失去爱心就有问题了 所以男性就不能懂得去爱自己 自己也因为丈夫不好 就有一种轻看她 觉得很烦恼 很想埋怨 所以就会啰嗦了 就会批评了 所以两方面都因为罪 所以有问题 好了 男性的观点 罪看重是自己的地位 被人尊重 你是重要的 你的意见是重要的 所以如果女性说 不要听她的话 她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在这个家庭没有意思了 她觉得被看重是非常重要 很看重被尊重 不喜欢受命令 你说你去做什么 女性来说 很多人都愿意去做的 但男性 有些时候她不愿意接受 男性通常很容易看重谈论 谁高谁低 图画有两个图画 左边是两个将军 他们有很多 飞章是不是 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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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兵 不是有些飞章 飞章 飞章 这个两个男性 很多飞章 是不是 然后右边的一个 说 我更多 她张开她的外衣 里面更多 这是比较 你有没有发觉 男性谈话是这样的 这个确很厉害很好 另外一个说 不是 另外一个更好 某人很厉害 不是 另外一个人更厉害 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别人说的话 总是说 不是 另外的更好 为什么呢 她要证明自己 比别人更聪明 证明自己 比别人更厉害 这个是男性看重的 这个是问题 但我们明白这一点 所以女性就不要 跟你的丈夫去争论 你做得不好 其他人做得好的话 她就会很反感了 好了 女性的观点 看重人的关系 看重人际的关系 看重被关爱 她爱人 也看重被关爱 这个情况 不是单纯在婚姻 在同供侍奉 通常在同供侍奉的时候 男性 当他有这个 心态是适奉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去做 但女性 比较需要更多的肯定 更多的鼓励安慰 在被看重 例如一个情况 例如有一个墓序 上面有几个女性 一同同供 这些女性 会有一种心 谁是墓序最喜欢 最看重的那一个 有一种心态 墓序很喜欢信任她的 墓序没有叫我做事情的 墓序叫她做事情的 就容易有极度 这个因为女性 有这个性情就是被看重很重要 所以不被看重就觉得 没有价值了 不开心了 这个情况在 试风里面 男性也有 但女性比较强一些的 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的同供是女性的话 你处理的时候要小心 如果你称赞一个女性 没有称赞另外一个同供 另外一个同供心中就会说 为什么你没有称赞我 你为什么称赞她 你是不是喜欢她 她就说 她怀疑你喜欢她 你看重她 你信任她 你不信任我 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 然后女性看重分享内心 就是内心有什么感觉 都说出来 这个是男女的分别 但我们明白的时候 其实所以我们在教堂里面 应该教导这些 让男女明白 他们的分别 然后结婚之后 需要怎样做 也告诉人 如果你没有关心人的话 没有关心聆听人的话 你不要结婚 你结婚你很痛苦 需要你学习 所以教堂里面 需要学习聆听 这个对传福音跟辅导 建立人的灵命都很重要的 好了 男性处理情绪怎么样呢 喜欢躲在山洞里面 自己处理 不要说出来 他需要空间 你不要问他 但女性通常都问的 因为女性留意到 丈夫不开心的 男性很少留意到 自己不开心 自己通常都留意到 丈夫不开心 他留意到孩子不开心 他知道的 但丈夫没有留意到的 这个是要女性 比较细心留意的 当自己看到 丈夫不开心 他就会问 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啊 有没有人得罪你啊 什么不开心 男性不喜欢讲谈 因为谈出来 好像他很弱 需要这个女性安慰帮助 男性需要空间 所以男女沟通 这个需要有一种 夫妻之间有一种沟通 我的太太对我说 我希望无论是大事 小事你都告诉我 她这样说的 她希望我们婚姻里面 都是大事小事都告诉她 我会这样说的 我尽量告诉她 但有些事情 我的确不会想告诉她的 男性通常是这样的 做错事情不喜欢告诉人 但我的气质是不同的 她回家会告诉我 很开心告诉我 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 男性不喜欢讲这个 她会说 我今天忘记一样事情 后来怎样解决了 她会很开心的说的 但男性来说 这个是比较困难 但我也尽量告诉她 但女性知道男性的情况 你就跟她沟通 如果你有不开心 你想不想告诉我 还是你需要空间 你可不可以尽快告诉我 我关心你 而且每一次我告诉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都必定回应 她怎样回应呢 我谢谢你告诉我 这是我太太的机会 但很多妻子是这样的 丈夫告诉她 你真蠢啊 你今天不应该这样做啊 哎呀 你啊 没有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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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不喜欢听 所以以后不要讲 有一个真实的事情 有一个丈夫买了一束花 一束花送给她的太太 她的太太看到 哇 这么花 这么不美丽的花 你为什么送给我啊 这个丈夫从死以后不再买了 因为怕她自己批评了 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她送的花不美丽 也说谢谢你有心 你真有心 我谢谢你 她就有动力 否则她说什么话 你说你真蠢啊 以后她不会说 这个我们明白 这个男性跟女性的分别 好的 其实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分别 女性找我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讲她的问题的 不停地讲 我什么问题啊 丈夫啊 儿女啊 情绪啊 什么都讲的 但男性的 来到 你有没有事情想我帮助啊 没有啊 或者讲的时候讲得很些少 这是通常男性女性的分别 但我们都尊重 当我扶导男女的时候 我会说出 男性的困难 因为你的自己 啰嗦啊 要求很多啊 你不能得到 所以你觉得很难 女性觉得男性啊 就没有回应啊 所以就觉得很希望 我就告诉他们 你们两个都觉得很辛苦 我知道你们辛苦 我就愿同他们的辛苦 有些丈夫对我说 你是第一个人 愿同我的痛苦的 因为没有人愿同她的痛苦 但我 我说出她的痛苦 因为我知道 两个都痛苦 如果婚姻不好的话 好的 男性来说 他不喜欢太早向人倾诉 然后问题解决 就更不用讲了 也不用处理情绪了 但女性处理情绪是这样的 她的情绪 如果不处理 就好像压力包 高压包 高压包 不土不快 她们觉得向人倾诉 就等于有人分担 男性来说 这样有什么用呢 然后女性需要 透过倾诉 来续解情绪 讲出来就舒服了 但男性不觉得这个需要 所以这个分别 怎样处理呢 当男性说什么话 女性必定要鼓励她 我谢谢你今天告诉我 我很喜欢听到你所说的话 我很欣赏你 将你的内心告诉我 我认识你的时候 我觉得很舒服 与你的关系觉得很舒服 这样的话 男性就会觉得舒服 但如果女性说 你这个人呢 我真的 我真的很难忍受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与人相处 这样的话 她就永远不会跟你沟通 而且因为自己 看到很多细节 所以比较容易批评 批评的话 在婚姻必有破坏性 有些时候 女性找我辅导 她们的婚姻 她说我的老公 常常不跟我说话 她有些时候发脾气 我们的关系不好 我就问她 她发脾气的时候 你做什么 她没有说出来 后来她说了 她发脾气 我就情绪化 我就发脾 所以两个人都有问题了 就是一方面不说话 另外一个就情绪化 问题就困难了 我也让她知道 就是这个情况 但我通常都让她知道 她有这个爱 丈夫的心是好的 她想沟通是好的 但你需要引导她 怎样引导呢 我看到你不开心 我很想知道你有什么影响你 我关心你 我希望为你祷告 我希望我们一起面对这个困难 然后听到之后 不会批评丈夫 而是说 我知道你困难 你知道你面对的事情很困难 我也相信你很棒 多多称赞你的丈夫 你很棒 你很厉害 你做 我以前的 我的爸爸 很多时候做些些家中的 做些整业 怎样说了 这是修理 装修 装修 做一些不同的家具 在家中 但我的后母是整个反应 你总是做这些东西 总是做这些东西 这是没有给她鼓励 都是让她觉得 好像很烦恼的 总是做 总是做 这个就是没有欣赏 所以在婚姻跟人籍关系 也是欣赏 也是说话 令人觉得舒服 引导她 例如她做很多很多 我谢谢你做 这些对我们非常重要 但我们现在想 休息一下好不好 安静一下好不好 这样引导她 让她知道 有什么方法解决 你跟我沟通 我很开心的 我听到你的内心 我很开心的 我想问你们的 这里的妻子 丈夫对你沟通 你有没有这样告诉她 你对我说话 我很开心的 我谢谢你与我沟通 你有没有这样说 很少 觉得不需要这样的 是不是 而且丈夫也很少说 妻子你煮的菜很好 你照顾我真好 都是很少说这些恩典的话的 所以我们需要说恩典的话 也能够引导对方 丈夫也可以对自己说 你对我说什么话 你叫我一声 然后告诉我一次 我听到就可以了 然后我决定这样做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再重复说的 或者是我做错了 我愿意认错 愿意改 你就可以停止 你不再说了好不好 有这个决定 妻子也可以说 那你有什么做错 可不可以认错啊 而且你说 下一次我不会这样做啊 这样的话 两个就有沟通了 就引导对方 而且对方做的时候 就欣赏他的 男性处理配偶的情绪是怎么样 他是想做救火源 你有什么 例如妻子说 我今天不开心啊 我的老板对我不好啊 丈夫就说 我要跟你的老板去 去什么 我要跟他谈话 为什么你这样对我的老婆 他去解决 其实气局不需要他解决 气局要他说什么的 我知道你今天被人伤害 你很不开心 我知道你现在不开心 我抱抱你了好不好啊 这是女性希望的 不需要他去给他意见 很多时候女性告诉男性 有什么困难 男性都说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 但女性其实不太喜欢 听他的方法 喜欢听他说 我知道你困难 我抱抱你了 我与你亲嘴了 我希望家庭中都能够用 这种方法去沟通 不需要但是教导 男性通常比较容易教导的 喜欢为人解决问题 认为分担情绪不太重要 然后女性处理配偶的情绪 丈夫有情绪的时候 会沉根救底 就是会问为什么啊 谁啊 说你做了什么啊 就是问很多问题 但男性不太喜欢 希望能够分享对方的困扰 但男性通常都不喜欢的 当我们想建立婚姻的时候 整个生命被神喜悦和祝福的 我的心态 为什么我建立这个婚姻呢 因为我知道 我有圣灵充满 我有神给我的 事奉的方式 但如果我的婚姻不好 我就很痛苦 我就不能全心的事奉 我的妻子也不会支持我的事奉 但我的妻子是很支持我的事奉的 是她很支持的 我也跟她一起事奉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享受事奉 享受的关系 同时可能有这样说 牧师啊 你不结婚更好 为什么呢 你结婚 其实没有人这样说 我就说心里可能这样说 你结婚了 你需要跟她拍拖 需要用时间 但我告诉你 我结婚之后 我更能够明白人的心意 我的妻子更给我一些 好的意见 好的机会 女性的机会 她能够在某些地方 提升我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 虽然在婚姻中 用了时间建立婚姻 但其实对我的生命 和我的事奉都有益处 所以我希望传道人 都明白这一点 建立婚姻 但有些人说 我的婚姻已经很烂了 她见到我都去啰嗦 我已经觉得很苦恼 我觉得可以怎么样了 你回家首先道歉 对不起 我没有聆听你 没有关心你 我听到了 我应该聆听你 回应你的感受 关心你更多 我希望我们能够建立这个婚姻 能够互相享受这个婚姻 好不好 你这样对她沟通 如果她愿意的话 就很好了 但这个不能以沙子改变 需要学习的 需要留心的 但有些时候她可能会情绪化 因为女性一个情况 是比较容易情绪化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其实有一个婿姆 她找到关于男女的分别 她说女性比较容易 有些时候她情绪化的时候 会不讲理由 就是不开心 就是不开心 你讲什么理由都不听 可能你回去跟你的妻子说 我想建立好的婚姻 她可能会说 你以前也没有做 这么多年你没有关心我 你现在才做太迟了 她可能会这样说 你就说 对不起 我知道太迟了 但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婚姻 我们还要剩下的时间 可以享受生命 我们一起婚姻更好 这样的话 有可能可以恢复这个婚姻 希望你们能够这样做 就是珍惜这个婚姻 就是珍惜我们的生命 男的需要学习从内心爱和珍惜对方 女性很需要 男性对她说 你是很宝贵的很重要 我常常对我的妻子说 你是神给我的很大很大 地上最大的礼物 这个是真的 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妻子 其实我没有见过另外一个妻子 是这么美好的 因为我见过很多都很容易 很容易啰嗦 很容易就是说话太多 令对方觉得不舒服 没有这种令人舒服的感觉 我的妻子常常令我很舒服 很被爱的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的 所以我很珍惜 我也希望我们的丈夫这里变为爱妻子的丈夫 妻子也变为好像你结婚之前的情况 结婚之前你见到你的男朋友的时候 你很开心这种情况 你说现在不能开心了 我见到她这个样子我就不开心了 你就需要处理 在里面就说虽然她有不好的地方 我还是对她开心 她还有机会会改变 但如果你见到她 你的面貌是这样的 她就不会改变 她见到你就觉得你永远都不开心了 好的 男的是要学习从内心爱和珍惜对方 聆听和回应感受 能够讲出和认同对方的感受 能够用爱心喜悦 服侍和陪伴对方 和处理任何相处和家庭的问题 这是能够处理任何的问题 女的需要什么方法呢 用简短的方法与丈夫沟通 有些时候可能用这个微信 用WhatsApp 可能能够简单一些 可能她能够接受 也从主得力 靠主处理情绪 因为女性比较容易有情绪化 不开心 也学习引导丈夫怎样与自己沟通 欣赏丈夫任何的努力 她有做的努力 你就欣赏她 夫妻最好能够同意 但如果 意思是同意这一点 当一方做错的时候 需要愿意认错 和讲出如何实际的处理问题的时候 对方就唤醒这时候不再啰嗦 就说你愿意认错愿意改 我就放手了 不再讲 不再谈论了 相方也认同批评 骂人 不饶恕只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所以就用柔和的方法 去引导对方 而且欣赏对方的话 引导对方 我们可以怎样沟通 怎样比起相处 可以自己对丈夫说 你讲出你的内心 我就很开心 你告诉我 你的情况 我关心你 我帮助你 有些时候丈夫很怕告诉自己 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因为不舒服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 我要找医生 我要找这个药 哎呀 你要听我的话 怎样处理 丈夫觉得太麻烦了 所以就怕 但自己 其实可以不太过分地 过分地用不同的方法 就是说 这些方法是应该的 但不要太过分 有些是要太过分 而且坚持对方要接受自己的方法 这个是令有些男性不太愿意 讲出自己的困难的 好了 教导孩子的时候 也不是用路骂和指责 用暗点的话 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生命在神里面是宝贵 你是非常宝贵 从小告诉孩子 你是很宝贵的 很重要的 你将来被神大大使用的 你可以开心的 我也喜欢你更多的用正面的话 如果他不怪 怎样说呢 你是不是重要宝贵的 你是重要宝贵的 那重要宝贵的孩子 应该怎么样啊 应不应该听话啊 应不应该读书啊 应不应该祈祷啊 应该啦 你做非常快 非常快 马上成长 你很快啊 你愿意认错啊 很好啊 这是用 都是用欣赏的方法 其实夫妻也是这样 对方有做好的地方 马上欣赏 同工也是这样 有谁做的好 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我的同工们 来到这里 与我一起侍奉 感谢你们 你们很宝贵 有你一起的时候 侍奉更有力量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也感谢老师的同工们 这样预备所有一切 让我们能够很平顺的 有这个聚会 非常感谢神 哈利路亚 更多的欣赏 大家都开心 是不是 哈利路亚 然后用方法引导 他们明白 正从神和发挥生命的重要性 生命就蒙福了 怎样你可以蒙福 从小教导孩子 教导的时候不要太啰嗦 有些父母是这样的 你要听话 你要每天祷告 不要读圣经啊 这样太多了 他每次听到 父母就在耳边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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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你要你要 都是你要你要 但如果我们就说 你今天做得很好啊 你这样祷告很好啊 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 欣赏的方法 而且说 天父很喜欢听你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啊 用神的恩典鼓励 我希望我们都习惯 用恩典鼓励人 鼓励不是吩咐 我再说一次啊 有一次有一个人 我忘记是谁了 我说你对他说鼓励的话 他说 好了 你多祷告 我问他 多祷告是不是鼓励 多祷告是吩咐 吩咐不是鼓励 鼓励是什么呢 神很喜欢听你的祷告 你祷告神就很喜欢了 神就回应你了 这个是鼓励 给他们这个原因 给他们这个神的应许 而且你这样做的后果 不是说你要你要 你要去吩咐提醒 我们需要分别 什么是鼓励 然后后面 当我告诉他们 你跟从神 生命就蒙福了 你可以告诉孩子 你看看这个基督徒 这么做这么好的东西 你看老旭这么好 你想不想将来 好像老旭这样啊 你长大想不想啊 他明白了 将来好像老旭这样 好像牧旭这样 能够讲道 好不好啊 就让他看到这个 将来他能够 生命怎样发展 然后也讯问他们 你不听话的时候 有什么后果啊 引导他们从内心 愿意尊从神 做神 尽自己的责任 也常常称赞他们 也自己在儿女 面前有好的榜样 自己去平稳安静 喜乐得开心的 好的 我们就停在这里 关于婚姻方面 我再说一点 如果你的丈夫是不信主 或者是自己不信主 或者是她满不讲理 满不讲理 他就是你跟他 不可能有沟通的 他总是说一些负面的话 怎么办呢 我就说 首先不要吃他的垃圾 你明白 但你不要告诉他 他说的话是垃圾 但你知道他说的话 不好的地方是垃圾 但他的人不是垃圾 是他的话 他的罪 然后从神得利 每一天都更要依靠神 这个就变为转机了 这个困难变为 我们从神得利的原因 我们更从神得利 然后从神得利 就尽量多平安喜乐 尽量对他有笑容 对他说好的话 有可能会改变 当他做得不好 都不放在心上 但这个是非常难学的功课 就是对方说不好的话的时候 在里面就放手 不要紧 他就是这样的 接受他是罪人 但同时善待他 这个是很难学的 很难很难学的 但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任何人攻击你 你都不会受伤害 如果你能够 不被你的配偶伤害的话 你去到哪里 人伤害你 你都能够放手 更需要从神得利 如果你的丈夫自己不好的话 如果他要改善 你欣赏他 他会开心 我告诉你一个 真实的见证 某一个人 这个是一个女性 一个姐妹 她信了耶稣 她会信耶稣的手 其实她信了耶稣 最后家庭还是这样的 她的妈妈好像应该是已经很 在她很小的时候 妈妈已经离世了 只有爸爸 这个爸爸常常有怒气 有些时候他们煮好这个饭 有预备好这个饭 然后爸爸发怒就这样 这个台子都退饭了 所有食物都没有了 爸爸就去这个情况 后来他们信了耶稣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安慰 他们因为他们去到教堂 在教堂里面的姐妹 都关心这几个女孩子 怎样在家庭中很不开心 他们觉得在教会里面 经历很多爱 后来他们就开始 但这个爸爸还是这样不好 但后来他们改变 有一天 他们去联系市场 联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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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这个销售 这是零美元行 联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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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联中的时候去买这些桃花 联宵市场 他们一起去 然后他里面有一种感动 我一过去拖着我的爸爸走 他就走过去 拖着他的爸爸 然后从此他的爸爸 对他的态度就完全地改变 所以如果你的丈夫对你不好 你有一天用一些动作 就去拥抱他 就是用一些身体的动作 让他知道你看中他 他可能会改变 这是善待对方 总是做一些好的事情 令对方舒服 我跟我的妻子都是常常这样的 因为我们两个是两个电脑 他有做他学校的工作 我做西风的工作 然后工作中我们有些小沟通 然后我起身去洗手间 我都为他按摩一下 就是给他一些鼓励 清嘴一下 然后我才去洗手间 这是一些小的动作 我们回家 我都先找这个拖鞋给他 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 也帮助他 他也是这样的 有些时候我忘记 在睡觉的时候 忘记哪一样东西 我说忘记了 他马上就走 我说你不用走 我自己去拿了 但他就是这样 很快的 什么需要做 马上去做 我就非常的欣赏 他这种对我好的心态 我也希望保持他这种心态 我不希望有一天 他对我已经厌烦了 我希望永远都是他这样喜欢我 他真的很喜欢我 每一次我离开 他都有伤心 每一次我回去 他都很开心 每一次都有反应的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求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